乌吉安曼警察总部政治部反恐组织主任拿督阿玉汉表示 当局部下天罗地网 通缉一名曾在马拉雅大学担任讲师的男子马莫阿莫 马莫阿莫在2014年辞去讲师役职之后 就逃逸到菲律宾为恐怖组织效劳 是个危险人物 为了确保自身安全 马莫阿莫所性改名换姓 自称阿布纳兹拉 隐居在菲律宾南部的马拉维市 警方不排除马莫阿莫大可能会成为下一位 伊斯兰神全国恐怖组织在东南亚的区域领导人 已取代早前在叙利亚圣战中丧命的大马级领导人 莫哈莫万迪 另一方面副首相拿督斯里阿莫扎西 今天在首都出席一项宗教活动时表示 伊斯兰国以宗教之名干下杀戮的暴行令人发指 阿莫扎西谴责这两名恐怖分子 指他们为了寻求上天堂的捷径 竟然错误借用上苍的名义成为冷却烈士 滥杀无辜 NTV7综合报道